马刺队史最长的连败记录是1989年赛季创下的13连败 不过从那一季之后 他们陆续迎来了海军上将David Robinson 还有后来的Tim Duncan 开启了长达30年的马刺王朝 第一节Trey Jones切入上篮 没有人防守耶 这两分要道 穿着黑色球衣的休斯顿火箭 在前一场比赛击费沸城76人 暂时脱离了西区卢主的位置 但你来看这个球 Kevin Porter Jr.常传前场给Jabari Smith Jr. 两个二世Junior的配合合作无间 上半场结束之前 火箭Jalen Green枪响之前 来看到Buzzle Beater 骑马射箭的方式三分球进 火箭半场结束取得了三分领先 这个赛季火箭是西区客场战机最差的球队 但是马刺这一边又刚好是西区主场战机最差的球队 两只百烂王放在一起 真的没有办法预测谁会赢球 第三节23岁的Keldon Johnson底线投进了三分 他今天拿下马刺全队最高的32分 第三节进行了将近一半 Everance Sengon直接杀进到篮下单手扣篮 造成了防守他的马刺Collins倒地 头还撞到了地板 这两分随后经过了慢动作检视 发现Sengon有左手架出拐子的动作 所以背叛进攻犯规两分不算 马刺在第三节单节砍进39分 拉开了差距 最终以118比109 结束了他们队史第二场的11连败 Brockis need a timeout Keldt Jep